超市内,人们好奇地看向外面 一个流着鼻血的老头疯狂奔跑 他惊慌失措,边跑边回头 冲进超市,告诉大家 老头让大家赶紧关门 此时众人有些慌了 老头让大家不要出去 可有个男人不听劝 冲出超市,他要开车回家 神秘的气体席卷了整个小镇 男人刚上车就被迷雾吞噬 接着就听见男人一阵撕心裂肺的惨叫 所有人都吓得后退 把门锁死 大家都懵了,这是什么情况 有个人说是工业污染造成的 还有个女人说,是死神来了 突然超市内开始莫名的晃动 所有人吓得大声尖叫 好在不一会儿晃动停止了 这时一个女人说要离开这里 因为家里还有个八岁的孩子没人照顾 她要回家,所有人都劝她 先不要出去 和女人哭着向众人哀求 谁能帮帮她 所有人都沉默了 眼神开始闪躲 没有人愿意冒险 绝望的女人决定独自一人回家 谁也不知道女人出去后 等待她的会是什么 到了晚上,男主担心儿子睡觉着凉 进到超市仓库 想要找条毛毯 他发现发电机停止了工作 电也断了 男主刚要出去找人帮忙 就听见身后的卷帘门 发出了诡异的声音 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撞击 男主吓得赶紧跑回超市 告诉几位店员他的发现 几人拿着手电筒 进到仓库查看 这时有人提议打开卷帘门 去外面维修发电机 可男主极力阻止 几个人却嘲笑他是个懦夫 他们还是打开了卷帘门 很快男人就会为自己的无知付出代价 一群人看向外面 似乎并没有什么 店员起身继续嘲笑男主 这时大家的笑容逐渐消失 男人低头一看 男主赶紧上前抓住他 刚才还在嘲笑男主的人 都已经吓傻了 触手越来越多 一旁的眼镜上前帮忙 可两人的力量根本不够 最后男人还是被可怕的触角拖走 然后传来一声撕心裂肺的惨叫 啊